下面这五件事啊 父母如果做好了 要比大把花钱有用的多 第一 舍得花时间陪孩子 教育孩子啊 是一个有趣而充满挑战的过程 他需要父母有耐心 有温度 有涵养 著名企业家曹多旺先生 曾在两会中这样提出 对孩子来说 合格的家长比合格的老师更重要 家长的教育方式和对事物的处理方式 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成长 教育的最大问题在家庭 二 舍得尽心教孩子 孩子的世界总是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好奇 他们可能会像十万个为什么 在你耳边叽叽喳喳地问个不停 妈妈 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 小草是绿色的呢 爸爸 为什么小鸟会飞 而我却不会呢 妈妈 为什么电视里的大灰狼要吃羊呢 这时候啊 家长们千万不能不耐烦 不能随意回答 敷衍了事 问题多呀 恰恰说明孩子的学习欲望强 如果父母不加以重视 认真回复 孩子就会慢慢地失去对学习的兴趣了 这对于他们的成长十分不利 三 舍得对孩子放手 懂得爱自己的父母 对孩子的智商一般要比同龄孩子高出20%左右 所以 不管你有多么爱你的孩子 都别爱得太满了 不要对孩子付出太多 让孩子自己去探索人生 他才更容易成才 所谓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 不断目送他的背影 渐行渐远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呀 到最后都是一场注定的别离 而父母对孩子最好的爱呀 是放手 一定要记住 溺爱不是爱 而是一种伤害 四 舍得夸奖孩子 培养儿童情商的第一步就是增强孩子的自信心 教会他们乐观积极的精神 运动员 复员会 幽默率真的样子收到很多人的喜爱 而这样的性格养成和家庭教育方式是分不开的 从小父母就告诉复员会 你是最棒的 你是最好的 这些话一直默默激励着复员会成为他所有力量的源泉 人类本质中最殷切的要求是渴望被肯定 所以父母们不要吝啬你的夸奖 当孩子做得好的时候 给予他们几句发自内心的欣赏 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最宝贵的礼物 五 舍得用孩子 你会让孩子收拾碗筷吗 你会让孩子打扫卫生吗 你会让孩子自己穿衣服吗 我想呀 大部分的家长都不会让孩子做这些家务活 因为呀 在他们的眼里 孩子的任务只有学习 其实啊 在家长包办教育中长大的孩子 不仅独立 自理 生存的能力差 就连性格都是软软糯糯的 娇气的很 试问 这样没有一点竞争力的孩子 将来怎么在激烈的社会 占有一席之地呢 家长要明白 只有放手 孩子才有进步的可能 要想孩子快速成长 请不要忽略身边教育孩子的小细节 从洗碗 扫地做起 只要孩子愿意接触 就是很好的锻炼的机会